那这个念佛是能放光的 可能我们天天念佛 我们的肉眼看不到放光 但是鬼神道里面看得到 偶一大师就讲他 当年他有一个同参 也是那个时代的高僧 他是出家的经过 他没有出家之前 是住生意的 有一次跟一个同伴 一起到外面住生意 不然这个同伴在异乡 生病了就死亡了 死亡了以后 他就没办法就 就地找这个地方就埋葬了 然后把他的遗物 带回他的妻子 然后他的妻子就有怀疑了 你们是两个人出去住生意 结果我老公没有回来 你就带这么点钱来 我丈夫是不是被你害了 你谋财害命了 这个人就很委屈 但也说也说不清楚 所以他就哭哭啼啼 跑回那个埋他朋友的魂那里 就要这个他死去的那个同伴 回家乡来为他变白 说明不是他害的 那可能这个人刚一死呢 那个鬼还 鬼魂还在 还真的一到魂里面 这个跟他祭祀一下 哭着说我被你妻子冤枉啊 你的要跟我一块回去对个阵啊 要么我跳到黄河里面都说不清了 这个鬼魂说好好好 我跟你一起回去 跟你这个洗掉这个冤屈 结果这两个人有一块回来 好像还都能对话 走到中路的时候 可能是有一只野兽过来 我以后就很害怕 就赶紧念了 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就恐惧自己念佛 这念佛倒也没出生什么事 但这个鬼就说话了 哎呀 刚刚你干什么 吓我一跳 他说怎么吓你跳 他说你刚刚你的胸口放光啊 那有十多丈啊 是五十的光啊 说这个 这个火友就说 放光从哪来啊 我刚刚好像也没有放光的音源 就是念了几句佛号啊 是不是佛号能放光 于是他就再多念几句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这一念呢 那个鬼魂说 哎呀不行不行 那我受不了了 我不能跟你一块去了 他说你还是你自己回去 那我的妻子到我的魂前 我再跟他讲吧 这个活人就知道原来念佛是能放光的 这样他就觉得很神奇 也产生了信心 他就出家了 他由这个姻缘出家 他就对念佛法门一往情深了 就不会再想到还要修其他的法门 他就是一门心思念佛 这一念佛呢 就成为那个时代的高僧了